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自制酱料的美味蜜汁叉烧肉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同样的,我会把它们列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 供大家做参考,你可以打印出来 做叉烧肉最好要瘦肉里头带一点肥肉 这样做出来的才会嫩 所以每一头肉和不带皮的五花肉都可以 我们先来做腌肉的酱料 把大蒜亚扁,生姜切成小块 胡椒面,黄酒,蚝油,生抽,还有五汤勺的蜂蜜 都倒在一个大容器里,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是红麴米,它不光可以上色 还有发酵后的特殊香味 所有的华人超市都可以买的 把红麴米打碎 把它夹在做酱汁的碗里头 一起搅拌均匀 稍微使劲一点搅拌 把每一块五花肉都浸泡上酱汁 然后放在冰箱里头要腌近24个小时 如果你急着吃,只想腌5-6个小时 可以拿一把叉子,把这些肉都扎上一些 就比较容易腌透了 在腌24小时中间,你需要翻1-2次 这样子使得它入味和上色都更均匀一些 烤盘里头垫一张锡纸 要不然等会很难洗 然后把腌进好的肉排列在烤架上 烤箱预热400度,烤10分钟 剩下的酱汁,我们把姜和蒜拿出来 加两汤勺的水 我又加了两汤勺的麦芽糖 如果你没有的话加蜂蜜也可以 我们来做一个酱汁,等一下涂在擦烧肉上 10分钟后,把叉烧拿出来,两面都刷上酱汁 再烤10分钟,然后拿出来第二次,两面都刷上酱汁 炉子预热420度,继续烤20-25分钟 到表面有点焦了就可以拿出来 你注意看着,不要烤得太焦了 看看我们的叉烧肉做的多漂亮 表面烧烧的有一点焦,一股香香的焦糖味 切开来看看 美味的蜜汁叉烧就做好了,非常入味 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可以配一点梅子酱 不配的话这样也很好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 破道 小节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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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均